無料期等我都要生活 變成要去找工作 新冠疫情持續超過兩年 多個行業受創 二年三十歲 曾經做外遊領隊的許浩維 因為疫情下沒有公開 一年多前轉行做保安及物業管理 當然一個行業做八年 一定會有不捨得的 叫你放棄又放棄 但有時候我們都一定要向現實低頭 許浩維說自己只有中五學歷 對於保安及物館這個行業 屬於白紙一張 最初入職做高級行動組主任 要管理投注站的保安團隊 都覺得有點吃力 不過這份工作就帶來了前景和穩定 經歷了這個生活肺炎 大家其實對我之前的工作的看法都不一樣 其實他們都希望穩穩定 變成不會突然間有失業 另一位現在39歲 由售課員轉行做客戶服務主任的鄧雅文 就提到現在的收入雖然比以往少 但上班就比較輕鬆和快樂 行內的晉升機會也較零售業好 做售課員 因為你擁有多少 你做多少是等於你的收入 但現在你是一個固定的收入的時候 你的心理沒有了那種壓力 其實對上那份 我做了一整十年 其實我都是去到専尼亞位 他的晉升機會其實不是那麼高 但在這一行的話 其實據我其實都了解過 其實他的晉升機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他們任職的公司城市服務集團說 疫情下是一個契機吸納更多人入行 同時有信心在未來五年十年 保安物館都屬於增長行業 很多行業都會因為疫情關係 需要再加工作 或調整工作時間 但為了是保安 我們CES 客戶服務代表 其實我們是不能再加工作的 我們不要離開崗位 所以老土地說 即使疫情多艱難 我們這班同事真的默默地守護香港 如果對一些尤其是年輕的同事 他們又想轉職的話 這個真是好好的機會 我們提到一個好好的晉升機會 而且我們行業相對比較穩定 可能同事也看到 其實都很適合他們長遠發展 不是他們一般人的水泡